大家好,我們現在是台灣的東山自財所 那我們這次來展覽的話 大部分帶來的是台灣特有的木材 那像是可以看到上面的這些木材 基本上所有的元素都是來自於台灣的特有種 像這個不知道這邊熟不熟悉台灣檜木這樣子 那我們這次帶來的比較偏文創類型的產品 還有像這樣子的台灣檜木去做成的擴香器 那還有台灣檜木去提煉的精油 其實我們從油物料的進口到製作到家具其實都有做 那因為這次就是運輸的關係 沒有辦法帶一些大型的家具過來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小件的作品呢 因為我們既往都是這座大型的元木家具 那其實因為居家環境的改變啊 那些你沒有辦法一直在做大件的東西 藉由這次機會那來看看就是 這邊的青年他們如果對於創業會有什麼理念跟想法 那因為我們 我其實不算是白手起家 我們算是改造 並不是完全的創業 那我們想看看說那這邊的青年 如果在做比如說創業 或是像類似我們這種就是 比如說我們是做產業的改造 有沒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想法 那也藉此聽聽別人的創意 看對我們自身有辦法去做改變或改善